还在旧金山地区有一群爱好合唱的华人 共同组成了青青合唱团 他们除了常常聚在一起练唱 也每年都会举办公演 而团长曾丽仁 他原先是青青合唱团的活动组长 带着团员们一起上山下海旅游 还有打高尔夫球 而他也透过宏观电视 向大家介绍青青合唱团 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也期盼他们的歌声 可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青青合唱团在1981年 成立是由一群爱好音乐的 台湾来的留学生所成立的 至今堂堂已进入32个年头 现在有140位的团员 青青从成立至今 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团体 最近几年在形态上 更是我们的活泼 而且多样化 譬如在歌唱方面 我们除了每周 在礼拜六在展的卡拉 有练唱 每年的12月 还有年度公演 还有我们不定期的举办 小型的音乐会 让团员有很多上海表演的机会 那在活动方面 那在活动方面 我们除了每一周 有举办登山健行 打购 还有排舞之外呢 我们还有 巴士旅游 还有 游轮的旅游活动 这些都让团员 有 人的不义乐乎 还有更重要的是 我们 借此机会 结交了很多 社区的朋友 青青 对很多的团员来说呢 是一个 好像是 和乐的给大家 感谢观看